美国共有18000多个警察机构 几乎是每天都有人被杀 128000美元的年薪 还有27天的代薪假期 警察当中不仅有男人女人 还有 大家好我是苏哥 大家好我是拉丽 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美国警察 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啊 因为平时我们都很喜欢看美国电影和美剧 会发现其中的美国警察形象非常的多 穿着不同的制服管不同的事 就会很困惑说 这些美国警察到底都是干什么的 我和拉丽就做了一些研究 首先来和大家一起看几张图片 这些图片当中你认为哪一些是美国警察 拉丽你看过这些图吗 这些图里面戴帽子的都是警察 没戴帽子的 我觉得这个ATF应该不是警察吧 他虽然戴着帽子 但是他戴的是棒球帽 就像我一样是吧 对我戴棒球帽的不是警察 但是刚才这十张图里面全都是警察 我依次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啊 第一张图是NYPD也就是纽约警察 第二张图是LAPD洛杉矶警察 第三张图第四张图是Shift是治安官 第五张第六张图是州警 特别是第六张这个女士拿着一个测速仪 这个是高速公路上的州警 后面这几个几乎是不太正规的制服啊 FBI大家都很熟悉 对这属于联邦警察 DA是美国基督署 而刚才你说的不像警察戴着棒球帽子的这个和我一样 这个是ATF 美国的酒精烟草枪支管理局 属于美国的执法部门 最后这个可能大家如果经常去美国 或者是在以前美剧里也容易看到 他们呢会在安检的地方检查你的行李 或者是检查你的这个过境的一些资料 这个就是TSA 美国交通运输管理局 为什么这些都是警察 因为美国啊 police这个词实际上是比较宽泛的 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拥有执法权的 都是广义上的警察 而美国的警察呢 就分为联邦 州 县 市 镇 或村 这几个层级 联邦政府的执法机构 和各州的警察 分别是联邦和州所赋予的警察权利 州以下的警察权利呢 则由各州自行决定 除了联邦执法机构以外 州警 城市警 县警 镇警 村警 私人保安 和联邦没有任何的上下属关系 而是直接由地方政府领导 拉蒂 你知道美国人一般对警察 会有哪些不同的称呼呢 这两个也一般都会叫 Officer 有个地方会像 这种县战官 大家会叫Sheriff 像FBI 应该叫Agent 这里面说一下 联邦为什么叫Agent 这些执法人员是代表着联邦 作为联邦的代表或者代理 所以就会用Agent 特工的这样的一个称谓 我们刚才看了这些制服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城市警察的制服呢 通常都是蓝色或者是黑色的 而职安官和州警呢 一般穿的制服呢 更多的就是棕色呀 绿色呀 卡西色呀 当然也有来回了 那么城市警察的帽子呢 一般是 刚才我们看到LIPD的帽子 这个是个八角形的大干帽 而职安官和州警的帽子 一般都是类似于牛仔帽的一种 联邦警察呢一般都没有制服 我突然想到为什么这些 治安官要戴这么大的帽子 为什么呢 因为在农村地区可能太阳比较大 所以他们会戴着一个比较大的帽子 遮阳 就像你说的这个治安官 可能更多的是在郊区 农村地区 因为在美国的这个警察 管察权范围内呢 这种治安官呢 它一般是管 城市以外的这些区域 所以在郊区 在一些广阔天地的 工作量可能比较大 的确是戴一个大包子 适合防晒 挺有道理的 不过刚才我说了这么多 制服乱七八糟 那有没有办法说 我能认出来谁是执法人员呢 其实是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美国的所有的警察 几乎都是使用金属徽章 而且甚至有的州明确规定 除了执法人员之外 不得佩戴这种金属徽章 所以呢 尽管徽章也有不同 治安官可能一般采用的是 五星六星七星的这种形式 而城市警察呢 有的是用一些盾牌 这个联邦的呢 会有一些联邦的标识 比如说鹰啊 或者是US的私压啊等等 基本上 这种徽章是区分 它是不是执法人员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 是你看到美国的这个警察 不管是哪一层级的啊 一见面就喜欢跟你亮警徽 表明我是执法人员 普通公众也是通过这个 来判断是不是执法人员 说到这个这个徽章的不同啊 美国共有一万八千多个警察机构 而每个警察机构里 可能根据层级又有不同的这个警徽 所以呢 警徽的种类是多如领毛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研究的很清楚了 说到这一万八千多个警察机构呢 其中有三千多个是县级的治安官部门 有一万三千多个是市警察机构 还有49个州警察机构 注意到了吗 是49个啊 不是美国有50个州 其中就有一个州 是没有州警的 我猜测这个州应该是 阿拉斯加或夏威夷当中的某一个 只有夏威夷州是没有州警的 因为夏威夷州是群岛嘛 州警的很多时候是在这个高速公路 或者是城市与城市的连接 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执法和这个管理 所以夏威夷州不存在这个情况 所以他也就没有州警察机构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50个左右的这个联邦执法机构 和非常多的这个特殊警察部门 比如说公园啊 交通啊 机场啊 学校啊 包括国会啊 所有自己的这个警察部门 这一万八千多个警察机构呢 一共有66万名正规的警察 和26万多个文职人员 你猜猜啊 从警察局的规模来看 有多少个警察部门 是拥有一千人以上的编制的 一千人以上编制的 可能只有这些大城市吧 我猜10到20之间 大概有38个警察部门 是有一千人以上的 除了你说的这些大城市呢 还包括一些这个联邦的机构 比如说像FBI 联邦的一些机构 都是拥有这个比较多的警察的 而最少的呢 一两个人的警察的部门 竟然多达800个 也就是说 有800多个警察局 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 应该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村镇 对 一些这个村镇的这个执法机构 说到这些执法机构呢 我们再简单的梳理一下 在联邦机构的层面上 因为美国没有统一的中央警察机构 所以在联邦的执法机构呢 主要是分布于美国的这个司法部丢界 和国土安全部 以及军警啊 税务啊 等等一些系统 联邦执法机构的主要职责呢 就是执行联邦的各项法律 和打击全国性的重大规划 其中大命令呢 当然是FBI了 我们看过哪些FBI的电影 让我想一下 变脸 变脸 对 还有 沉默的羔羊 沉默的羔羊 我记得一个最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猫鼠游戏 这是小李子演的 对对对 小李子和Tom Hanks 这个两大巨星的这个联手作品 讲了一个FBI菜园 在最终一个顶尖的诈骗犯的这个过程 非常的好看 也推荐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再一个层级呢 就是州警察 州警察在县市等地方警察不管的地方来律择 比如说在州界公路上的巡逻呀 解决交通事故啊 基本上是由州长任命 或者是来自于州议会的授权 执法总人数呢 在全美国的州警察大概有六万多人 对 然后一层级呢 就是县 因为在美国县是比市更大的一个行政区域 县的警察机构的人选呢 一般就是选举产生的 治安官嘛 他的治安官呢 比其他的地方官员呢 具有更高的自主权 很多时候都是由当地的 威望比较高的人来担任 这是我们看到的很多 带着那种大帽子的这个形象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行尸走肉里面的主角Rick 一部十几季的长寿美剧 对 在剧里面就经常戴着一个大大的直安官的帽子 对对对 典型的直安官的这个形象 可能大家也会比较熟悉 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城市警察 城市警察是美国机构中最庞大最重要的土壤部分 城市警察大概现在占到美国警察总数的四分之三 所以呢我们在大量的影视剧中 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城市警察 比如说我们看过大量的关于NAPD LAPD各种警察部门 大部分这些称谓都是城市警察 它全程可能叫New York City 这个Politics 或者是LA的这个警察部门等等 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部美剧 就是讲巴尔德摩市的这个警察部门的叫火线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也看过 这个剧就深刻的接入了当地的这个警察部门的运作 非常值得一看 我还看过绝地战警威尔什米斯 他讲的是迈阿密的警察 还有一部神反警探 讲的就是NAPD 也是一个非常搞笑的问题剧集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了21座桥 那也是NAPD在纽约发生的这个警察的事情 NAPD应该是美国城市警察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警察局 对 那我们就来聊聊NAPD吧 NAPD是美国最大的警察局 因为它的人数非常之多 全职的人员大概有五万多人 其中警察大概有三万六千人 文职人员又有一万九千人 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就特别容易看到NAPD的警察 不管是从着装还是从装备上 都感觉是非常的正规和精良 NAPD还有这个九千辆的警车 有自己的船只 直升机 还有120匹的警马 比如说我们再讲一个小细节 他们的巡逻警察一般都会配一条腰带 这个腰带上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把手枪和三个弹甲 这个每个弹甲大概能有17发子弹 如果这个警察要想清空弹甲 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弹量 他们的腰间还有一把电击枪 警用喷雾 手电 两副手铐 还有这个一次性的手套 主要是为了在第一安排现场 保护物证 避免这个影响取证 有的还配有警用刀等等 MIPD其实上每年的预算也是非常高的 你猜MIPD一年要花多少钱 刚才说整个MIPD大概有几万名员工 6万人 6万人的员工 那一年光发薪资至少也要发掉几十亿美金吗 对 MIPD因为它的部门非常大 它每年要发掉这个60亿美元 按照中国的这个说法 拿多少钱干多少事 他们应该也是比较忙的吧 对 说到了MIPD为什么要有这么大规模啊 因为实际上纽约的罪案发生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你知道NYTPD的官方数据库显示 他们每一年大概要接到50万起的这个报警电话 然后他们会逮捕20万人之多 纽约2023年的谋杀案多达386起 几乎是每天都有人被杀 然后强奸案有1457起 抢劫案有16970起 恶意伤害案有27873起 而这些中案加在一起 一年有126000起 所以这也是NYTPD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警察 这么好的装备去维护这个城市的安全 哪里 刚才你是从薪资的角度推算了NYTPD的预算 你是了解NYTPD的警察年薪有多少吗 整个全美公司收入的中位数大概应该在5万多美元 我想应该NYTPD的收入也差不多吧 他的初入职的警察就能拿到5万8的年薪 在NYTPD工作的5年半 你就能拿到12万8千美元的年薪 还有27天的待薪假期 我再来问问你啊 你猜一下在州警地方警察和联邦警察这三个层级里边 哪一类的警察平均年薪是最高的 联邦应该比较有钱吧 在各级警察中平均年薪最高的竟然是州警察 能达到7.7万美金 地方警察的平均年薪是7万美金 而联邦警察的平均年薪只有6.2万美金 反倒是最少的 我感觉州警察好像工作量也不大 结果却是拿钱拿的最多 感觉很舒服 你以为7.7万就是很高的数字了吗 我再告诉你啊 从州来看加州的警察的平均年薪是10.7万美金 排名第一 新泽西州的警察平均年薪是9万美金 位居第二 在地方警察中年薪最高的地区 你才是哪里 地方警察年薪最高的 应该是一些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大城市 纽约、洛杉矶啊 基本差不多 纽约和洛杉矶的警察的平均年薪都是要高于其他地区的 而年薪最高的就是现在最有钱的硅谷地区 硅谷的桑尼威尔、圣河赛等地区的警察 平均年薪能达到13到14万美元 最低的地方警察就不到2万美元 说到薪资呢 联邦警察当中啊 尽管整体的平均年薪是6.2万美元 但FBI的薪资又会高于这个平均数 FBI的特工的平均年薪是7.5万美元 而情报分析员的平均年薪 达到了12.5万美元 现在你看脑力不足的收入还是更高一些的 不知道拉底有没有数据 看看都是什么人在美国当警察呢 我今天做了一家小工客 你可以猜一下 在美国从警的各主义比例当中 哪个人种是占比最高的 这个我觉得毫无疑问当然是白人了 白人在美国警察当中占比超过70% 其次是拉美裔和黑人都在10%左右 而亚裔占比是比较小的 只有大概4%左右 这个是不是和亚裔人口 在整个美国的人口分布也有关系 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你知道吗 陶哲以前也在美国当过警察 就是唱歌的陶哲 他在出道之前曾经在洛杉矶当过一年多的警察 这个我还是没听说 另外还有一个名人也当过警察 他当的是预备役警察 就是大杀于奥尼尔 他那个大块就是当警察 他有这热力了 他当的是预备役警官 实际上也没有正式的执勤的任务 应该就是在警队的一些公关活动上面 去做一些公关形象 我相信也是 因为警车他应该都进不去 这个具体执行任务可能是比较难的 不知道美国的警察里面女警多不多 官方的数据来看 女警和男警的比例相差还是比较大 美国警察当中 男性警官占比超过85% 所以这是大概是女警的接近6倍 可能还是跟身体条件上的差异有关吧 不过这个女警穿起警服 其实格外有一种英姿煞爽的这个气质 确实是很帅 当然也有助于改善警民关系吧 让公众可能压迫感没有那么强烈 你知道吗 警察当中不仅有男人女人还有狗 我知道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K9 对 K9就是美国对于警犬的部门的专用编号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警犬在警队服务 并且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警徽 大地 你怕狗吗 我不怕狗 你为什么不怕狗 你不是一只猫吗 我只是一只假猫 假猫